就是令市政府 还有美国联邦政府 还有白宫的发言出来的 我们要怎么样的注意事项 就是说你一定要勤洗手 你有很多的规矩 自己要知道公共卫生 公共道德 然后我们大场合 就是尽量避免不要去 或者说要去的时候 自己要多这点防疫上的准备 因为我们毕竟是要沟通 我们看电视 或者是看新闻报道 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症状 它一定会有说这个症状 一个怎么样的预防的方法 那我们要把这个方法记在心里 我们出去或者是说 在公共场合 一问到办公室的时候 就是记住随时在这个时间 我们怎么样follow这个procedure protect your cell protect your public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在美国 这个很荣幸 我们在休斯顿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医学中心 在这里 actually资讯是很方便的 也不是讲说 我们一去检查就要多少钱 这在市政府 康底 联邦 一问到白宫方面 刚刚我们有报道的 就是一个很大的预算 要来维护我们美国各地的安全 那休斯顿呢 是全美第四大城 又是我们商业工业 各种行业的中心 所以美国政府非常的重视 这也是我们住在休斯顿的人的 一个荣幸 说第一个中国城自己本身上家 餐馆自己要做好清楚的准备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你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公共卫生的准备 第一个你自己做好准备以后 你告诉我们大家 那客人就会上门 因为心里就不会有防御 那中国城就是我也问了几家餐馆 他们告诉我 在里面就是在堂吃饭的不多 但是外卖的很多 所以还不是在受影响 受影响就是说 怕在一个公共的场合 因为这一处到 或者是不小心方面的传染 所以公共的卫生 自己保护自己 然后以快乐的心情 有空的时候呢 如果太阳出来 要到外面多多晒太阳 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说一天到晚在室内里面 那外面的空气是最好的医疗